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0月25号,欢迎收听TCMIC的DailyCNC News,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的每日新闻摘要,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动态吧。 那在我们请矮矮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每天早上就能第一时间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第一则新闻,我们聚焦于制造业的现代化需求。 根据最新报告,85%的制造商表示需要进行数位转型,透过整合工业物联网IoT和IoT技术来提升生产效率和数据处理能力,这对于维持市场竞争力至关重要。 第二则新闻,NVIDIA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利用三台超级电脑加速物理AI机器人的发展,从训练到模拟,再到实时推理,这些技术为机器人开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效解决方案。 第三则新闻,全球领导者Trumpov在2024年的EuroBLECH展会上展示了其全新的Sortmaster自动化分类技术,这项技术大幅提升了金属加工效率,将复杂金属零件的分类自动化推向了新高度。 第四则新闻,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CNES采用Intensys的增材制造技术来加速卫星组装与测试过程,透过3D列印技术,卫星圆形设计时间缩短,且具备更高的精度与灵活性。 最后一则新闻,我们介绍传动系统制造领导者Zorkler,他们借助EMEC的自动化系统提升了制造效率,特别是在飞机和高性能汽车传动系统的精密加工方面,展现出其技术领先地位。 好,现在我们一起进一步了解今天的新闻内容吧。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我们聚焦于制造业中的一个重要趋势,现代化的迫切需求。 根据最新的报告,有高达85%的制造商需要现代化来保持市场竞争力。 这项报告揭示了数位转型对企业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工业物联网,IILT,与IT,OT整合领域,这些制造商正在寻求更先进的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 这包括云端到边缘的数据管理,利用这些技术能够帮助企业更快,更准确地做出决策。 传统的操作技术,OT,虽然依然重要,但为了实现全面数据自动化,企业需要将机械设备与工厂管理系统连接到云端或网络, 以便进行更灵活的数据分析和设备监控。 报告还强调,数据的及时处理和分享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制造商若能够有效整合数据,不仅能提升生产效率,还能更好的进行预防性维护,避免设备突发故障造成的损失。 不仅如此,报告也指出了安全网络架构的重要性,随着数据和网络的融合加深,制造商必须保证他们的ET系统与操作技术,OT,之间的通信安全。 这样的整合不仅有助于提升流程灵活性,也为数据共享和设备管理提供了便利。 总的来说,数位化转型对于制造商保持竞争力至关重要,随着技术的进步, 未来制造业将更多依赖自动化、数据分析和高效的数据处理系统来提升生产力。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我们来谈谈NVIDIA在机器人技术上的最新突破。 该公司利用三台超级电脑来加速物理AI机器人的发展。 这三台超级电脑分别负责机器人的训练、模拟和实时推理,帮助研发人员以更快速、更有效的方式开发出先进的机器人解决方案。 首先,NVIDIA的DGX超级电脑负责训练AI模型。 这些模型透过深度学习来进行动作的预测与推理。 开发者可以利用NVIDIA NEMO平台来训练这些AI模型, 并借由NVIDIA的Project GR00T开发通用基础模型, 让机器人可以学习并模仿人类动作。 接着是NVIDIA的Omniverse平台, 它提供了真实世界物理模拟的虚拟环境。 开发者可以在这里模拟机器人如何与环境互动, 并进行各种动作的测试与优化。 Omniverse透过大量的合成数据生成, 帮助缩短现实中数据采集的时间, 降低开发成本。 最后,经过训练的AI模型会部署到NVIDIA Jetson系列的实时推理电脑上。 这些电脑主要用于机器人的及时运算与决策, 确保机器人能够自主做出反应并完成各种任务。 这三台超级电脑的协作使得物理AI机器人的研发变得更加高效, 从物流到智能工厂, 甚至智能城市, 这些技术将彻底改变我们的未来生活。 接着第三则新闻我们要谈论的是全球工业技术领导者Trumpoff 在2024年EuroBLECH展会上展示的突破性自动化技术, 该技术大幅提升了金属加工行业中的分类效率。 Trumpoff这次推出了两款全新的设备, Sortmaster Station和Sortmaster Vision, 这些设备将分类的自动化提升到了新的层次。 这些解决方案不仅能够在没有任何编程的情况下进行操作, 还特别针对复杂和厚重的金属零件进行自动化分离与分类。 这项技术尤其适合那些难以使用传统方法的情况, 从而解决了行业中的一大痛点。 首先,Sortmaster Station是Trumpoff的全新分类设备, 能够自动将金属零件从废料中分离出来, 并迅速将它们传送到Sortmaster Vision进行进一步处理。 这些过程的创新之处在于使用了Trumpoff的Liftmaster Compact系统, 该系统可以自动将切割后的金属板从机器中取出, 并进行分类。 这样的设计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线的运行效率, 让激光切割机可以在分类过程中继续工作。 另外,Sortmaster Vision利用人工智慧和机器人技术进行分类, 通过先进的影像识别功能自动辨识不同零件, 并计算最佳的抓取和处理方式。 这意味着零件可以被更灵活快速地分类, 无需人工介入。 此外,这套系统还可以根据不同的零件和皮次大小进行灵活调整, 极大提高了生产的自动化程度和适应性。 TrumpF的这项技术将使金属加工厂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各种零件, 无论是复杂形状还是厚重的金属, 都可以实现全自动分类, 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手动分解流程。 这样的解决方案不仅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成本, 还提高了生产线的整体效能。 这些自动化分类系统已经适配了TrumpF的3000和5000系列激光切割机, 并且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升级, 进一步降低了初期的投资成本。 这些解决方案无疑将为未来的自动化工厂带来更多的灵活性与竞争力。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我们聚焦于太空技术与增材制造的最新应用。 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CNES最近采用了Intensys的增材制造技术, 透过3D列印来大幅提升卫星组装和测试的效率。 CNES是欧洲领先的太空机构, 专注于卫星组装及发射前的精密测试。 他们运用了Intensys的FUNMAT Pro 610HT3D列印机, 这款机器能够使用多种高性能材料, 如PIC和ULTEM, 来制造卫星所需的各种工具和结构件。 传统的制造方法往往耗时长, 设计到制造一个零件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数月, 而透过Intensys的增材制造技术, CNES现在可以在一天内完成工具的设计与制造, 极大缩短了生产周期, 提升了测试效率。 这项技术的应用不仅加速了卫星的开发过程, 还让CNES在测试卫星所需的环境中, 包括真空室和极端温度环境下, 能够快速完成圆形设计并进行多次测试, 确保卫星能在严苛的太空环境中正常运作。 同时, Intensys的高温列印技术还可以处理复杂的结构件, 这些结构件经常需要具备高强度和轻量化的特点, 尤其适用于太空探索, Intensys的解决方案不仅使制造变得更灵活, 也大大降低了成本, 让更多太空任务成为可能。 那最后一则新闻我们来介绍一家在传动系统制造领域中的领先企业Zorchler。 Zorchler成立已有将近120年历史, 从最初的小型家庭工房, 发展为今天为汽车与航空业提供高性能传动元件的技术领导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Zorchler使用了E-MAG的现代化自动化系统来提高制造效率与精度。 Zorchler的关键技术是将高精度加工与自动化相结合, 特别是在制造飞机和高性能汽车的传动系统时, 他们使用E-MAG的垂直加工机, 能有效处理重量较大的弓箭, 并保持高精度。 这套系统的自动化功能允许工厂在多个工作班次中持续运作, 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确保了每一批次产品的稳定质量。 Zorchler不仅掌控整个制造流程, 还拥有内部测试设施, 从原材料的选择到成品的品质测试, 全程精密掌控, 这种全流程控制使他们能够提供最高标准的传动系统, 特别是在严苛的航空和汽车工业应用中。 总的来说, Zorchler通过引入EMAC的自动化系统, 展现了其在传动系统制造中的技术领导地位, 并强化了他们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TCMIC新闻,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工业与自动化领域的资讯, 敬请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Z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